凯瑟琳布尔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前儿媳 汉特·拜登的前妻 如今她的头衔是作家 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独家专访 分享她的回忆录 凯瑟琳布尔和汉特·拜登结婚24年 已经离婚6年 回忆录爆料汉特·拜登的黑历史 回忆夫妻生活 凯瑟琳布尔说 家里的财务都是汉特·拜登主导 今年6月 汉特·拜登被控没有缴交联邦所得税 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 原本达成认罪协商 已换取法院重新发落 9月又因够枪撒谎 做出虚假陈述等 面临三项起诉 凯瑟琳布尔离婚后的另一个打击 是罹患第三期结肠癌 历经风雨 如今她放下过去 选择原谅对方 也拿掉福信 恢复本名 重新出发 承特·拜登成为美国司法部 首次对总统子女起诉的首例 恐怕成为拜登 明年竞选连任的绊脚石 尽管凯瑟琳布尔做回自己 再也不是拜登家族的一份子 这本书搭上时事话题 再先热潮 TBNS新闻综合报道